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輸出 輸出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導出 他把它換作導出 那麼各位呢 我們現在ActivePlanet這個軟體 它有付費版跟免費版 那兩個版本一模一樣 只差在有沒有把需要打進去 有沒有把需要打進去 它這個軟體我們不錯的地方在 你的這些所謂的視訊編輯的這些功能 還有匯出視訊都是完全免費 那麼其他的如果你要匯出這些的 它會怎麼樣 會幫你在它的右上角加一個 我記得是右上角還是左上角 就加一個他們公司的Logo 就這樣但是整個軟體都還是全空的 就是不會說試用30天之後就不能用了 所以如果老師您需要一些互動的 比如說你要變成PowerPoint 或者甚至變成HTML5 這樣的網頁的格式它也可以 只是說你在用這些付費功能的時候 它就變成就是有一個Logo在上面而已 所以我才說這種軟體對教法中心一點負擔都沒有 因為老師回去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剛好上個禮拜 應該是上禮拜吧 它也有更新了 所以各位你的打開的時候 可能你會發現它剛剛有告訴你 告訴你說有新的版本有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給立恩的時候 還是6.02 現在是6.03 這樣可以 所以反正它會提醒你 那這個部分我就輸出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導出成視訊 那它預設就是我們的MP4 就是我們MP4 所以你就看 它預設放在這個位置 我就把它輸出 那這個可能就一點時間了 就給各位先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看一下成果如何